大家好 今天我想介绍一下我的家庭 我的家人们都住在绿洲之家 自从1993年到现在 将近900多被遗弃儿童 在这里得到悉心的照顾 尽管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但我们都带着上帝给的礼物 在这里健康快乐的成长 现在就让我来谈一谈 我们这美好的礼物吧 我们中的一些孩子 就像是阿明 他可以完全把自己投入到艺术创作之中 而不被外界的声音打扰 天哪注意安全小婷 哎好吧 他将会五秒之内重启大脑 再次快乐起来 这是他的超能力 一些像小婷一样的孩子 他们很快就忘记了这糟糕的事情 对了让我来说一说我最喜欢的哥哥之一大江 虽然他生活在黑暗之中 但是他能够在大脑中建立属于他自己的色彩世界 轮到我了 我的超神礼物是我的轮子 他可以带我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 多亏了他我能够飞快的移动 就在去年他还带我赢得了100米的速度赛 这就是我们残疾儿童的大家庭 位于中国的绿洲之家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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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